你别一副看过红尘的样子 根据我这个专业心理医生 对于你在感情方面的评估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你还处于一个青春期的状态 人生中遇到几个渣男 那是青春期的必修课 你呢 在这个方面 比我们稍微晚成熟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 重点是要勇敢地走出去 要尝试 主要是 试 试 对 我先别想结婚的事 我就谈恋爱 我多谈 这样才不至于弄弄我惊慌失措的呀 你说是吧 朱小姐 我觉得你不是心理上的问题 你明显是缺乏生活约 你把这个预约号留给那些真正有用的 我这儿 代表好多人还 还对呢 我还没呆够呢 我还想再呆一会儿 你再给我说说 呆 可劲呆 我还对这个人,你还不错 你算是想要做我的事 我也没错 你开始随时 和你不会有的事 你肯定了 你有什么事吗 你帮我等一下 我上帮你了 那个 一会儿有空吗 我啊 走啊 我去钓鱼 一块儿吧 行 那我过来接你啊 一会儿接 好嘞 老段 这钓鱼 日头晒着一做就是一天 等啊 等啊 这鱼也不上钩 这到底有什么乐趣啊 别人怎么定义 怎么想法我是不知道 我是 享受这个等待的时刻啊 你看那个浮标 它静静飘在水上 可是水下呢 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让你产生无限的遐想 就好像一个和尚在打坐一样 放松心态 享受当下 没想到你还心之如水啊 不 不 我虽然 我不强求这个结果 但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会 时刻准备收啊 钓鱼嘛 就跟狩猎一样 狩猎是男人的天性啊 哎 还有一种说法啊 说是一个热爱钓鱼的男人 在原始社会里面 那是属于有责任感的男人啊 有这个说法吗 你这是强词夺理 你可以去摆肚一下 有了 好好好 乐趣来了啊 乐趣来 慢慢慢慢 你咬空了吗 来 咬 又着了 这活鱼啊 就得给你吃 照会兴趣 主要是这个粘料 好吃啊 好吃啊 行 来 来 来 行 来 来 你尝一尝 那个Vika第一次钓上来的鱼 数量有限 揍那么一只 好吧 给个面子 怎么样 怎么样味道 好吃 好吃 吃 爸 你怎么把人Vika骗去 陪你钓鱼的 不是 我骗人家的 人家是有这个 人生疑惑来找我啊 然后 讲完之后我就带他去钓鱼去了 人生有疑惑 找您啊 段总是我的人生老师 爸 您可算是友谊粉丝了 特别买 就算没 我也不告诉你啊 要不然显得我不低调啊 Vika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我也想听听 这大人事 小孩别问 小孩子不能打听 那就是你们大人那点事了 大人的事 无非就是单相思 或者谈恋爱了 你看 你是哪种啊 我也不能告诉你 要不闲的我也不低调啊 赵赵赵 这两个一唱一鹤的 口径都同意 Vika 我爸的意见不靠谱 我给你出个建议 一定比她的靠谱 这 这 这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出什么主意啊 我这主意是万金油 不管是单相思 还是谈恋爱 都管有 好啊 那你说说看吧 没准真能给我指点明星 你跟我爸谈恋爱吧 反正你们在一起那么高兴 说话啊 越来越不着调呢 我不着调 我 我不着调 我走了 你们玩 你们玩高兴 我 我 我还很少脸红啊 怎么样 这个够了吗 够吧 那那个都放冰箱吧 还有个事 老哥 后天过生日 要来哦 赶紧开饭吧 我都 都 都饿都行了 老段 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谢谢 不客气 你生日那天我刚好有安排了 抱歉啊 我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样好了 先给你预约明年的好不好 啊 明年 那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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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预约 来 来 这条杆我送给你 里面有河钓跟海钓 下次带你去海钓 真的送给我啊 送给你 谢谢 太好了 这可是我第一次钓鱼用过的杆啊 太有纪念意义了 对了 对吧 你帮我在这河上签个名 我又不是明星 有纪念意义啊 真心 好 好 我珍藏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危害小姐 危害小姐 可算找上您了 求求您帮帮我吧 帮我向陆总求个情 说什么事了 上次去交通队 帮他顶包的事 这事串帮了 把我拘留了三天不说 还把我驾照吊销了 陆总答应给我的钱 也不给我了 还把我给开除了 我可是靠开车养过全家的 我可怎么办呀 这样吧 你明天来找我 我给你两万块钱 你重新去找个工作 以后跟陆明 别再有任何瓜葛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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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小姐 十分感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 那明天来找我啊 好好好 好人 没有 张总 这 这让我说什么是好呢 什么都不用说 先把眼前的难关 度我去见识 夏帆 你用这个钱把钱账还了 妈那边我会想办法的 你不用担心 我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放心 我要是在做什么 出国的事情 我听她雷皮不得好死 夏帆 为了妈和穆迪 一定要好好努力 知道吗 我都听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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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夏帆 妈不行了 什么 妈 妈 妈 我 compatible 我去做什么 那你把钱账还给我 不管我 就把钱账还给我 我手 Shadow 子舍 咱们 我还是要做什么 dra 你把钱账都没有 你把钱账到 你的钱账都没有 我妈账到 小凡 小凡 我突然想到 我小的时候 我妈每天送我上下学 都会经过那套河 一天天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这套红领巾就是我妈给我做的 我们那个时候 你想成为首线队员 你就得带红领巾 我妈就跟我说 等你成为首线队员 你以后就得好好做人 做一个有出息 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现在是既没扯迷有出息的人 又没扯迷有用的人 又没扯迷有用的人 我现在就是个废物 夏凡 你别这么说自己 我怎么不是这样呢 我妈生病了 我连给我妈看病的钱都没有 没有 夏凡 你现在要改变 你要让妈在天智林 看到你的改变 你只要努力就好了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看着我 你要像个爷们一样知道吗 夏母狄呢 夏母狄需要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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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 妈从小把我养大 你们连福都没想着这么走吗 要不我来陪你吗 我定最近那半航班 你等我 别 别 你千万别来啊 我怕 我怕我见到你 奇迹会更崩溃的 你能行吗 那夏凡呢 夏凡怎么样 没事的 这件事情 肯定给她打击鼎娜的 这样的吧 给她找点事情做 转与她出狱里 让她千万振作起来 嗯 我知道了 拜拜 哎 停车 停车 干嘛呀 哎 你去快点吧 就停这儿 我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了 跟老段都说好了 好 前边老段的佳燕 只抢咱们俩 没抢得莉莉 那第六感告诉我 不妙 都说了是佳燕 又不是商务聚会 跟温莉莉有什么关系 你在兴趣什么 我却觉得温莉莉 最近跟过去 不知道哪儿不对劲 我说不清 她就觉得摸不着她的脉 为了安全起见 把离物给我带到 哎 不要再问为什么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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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来吧 来吧 没事 这儿还得坐 谢谢卡特 那么客气啊 这是我为老兵 准备的礼物 谢谢 谢谢 来 来 师傅 今天我们都要走 我特别准备了一瓶好酒 咱们哥儿俩好好评评 零五年的雷斯林 零六年的雷斯林 也不是 不会是零七年的雷斯林 也不是 再 再猜一猜 那我猜不到了 猜不到了 我告诉了没有 零四年的雷斯林 猜完了 对 但我真的特别喜欢雷斯 那晚上要喝起来的话 我可是会发酒疯的 对 谁看谁啊 那晚上就看你们俩去摸摸摸摸 来 对了 嗯 那在开口以前 留件事 我想再说一下 咱俩谁跟谁啊 说 这是那个下凡的事 你跟维卡两个人同时开口 要求我帮忙的是 你说我们不白的欣赏吗 人事部啊 我已经通知了 过几天她就可以去报到 好 行啊 老段 这一下子又讨好了维卡 又卖了大叔一个人情了 五四年的普尔 丁云 范总 这位就给下凡 杜总您好 来 好 好 就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 咱们待会儿再聊 好 谢谢大叔 凯文 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负责了 好好干 好的 好 装什么盛程 玩什么忧郁 本色好吗 我就说 温丽丽 不对劲 原来再小的案子她也要插一脚 好 你看今天 突然 不管不问 我真的觉得啊 你就欠 人家管你吧 你恨人家 人家不管你了 你又惦弃人家 你现在负责那个 就是一个很小的案子 那你真的做好了 你看到我管不管你 这点儿都不敏感 所以我真的觉得她那个方法太多 彤彤 你先走吧 你在做什么 领导我 我知道 你需要钱吧 再次 彤彤不是你想的这样 妈妈知道我错了 我 我也很后悔 我从没想过 要伤害你和伤害你爸爸 I miss you can you forget me 彤彤 妈妈知道你讨厌我 不想见我 我这就走 这些都是妈妈买给你 你最爱吃的 你打着啊 我走了 好 等一下 彤彤 I don't want anything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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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啊 彤彤今天不是怎么了 从学校接她到现在 不说话也不吃饭 问她什么她都不说 真急死人了 你赶紧去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 把这个给她 让她喝了啊 行 那时候是我五年级 我刚刚把绿领巾换掉 真的真的 换成红领巾的时候 我就听您两首歌 然后一首就梦醒了 一首叫 不管明天的路 多了 我听到若 不想吃饭 你把这个喝了吗 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当时就双手握着它走 她来找我了 她在哪儿 她在那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在乎 我知道的是我已经没有了 彤彤 我能够理解 这个时候你对她 感到特别地失望 特别愤怒 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 她一定也知道 但是你想想看 在她知道的前提下 她还来找你 那只能说明 你在她心里面很重要 可是 我一见到她 我就会想起那些事情 我就是不想看见她 一看见她我就难受啊 行啊 那你就不要看见她 就躲着她 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你要理解 不是只有小孩才会犯错的 很多大人也会犯错 他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在生活里面遇到各种的情况 他们是会犯错的 可是你真的一点也不恨她吗 我生气 但是 我不恨她 我愿一个人敬你 好啊 你一个人敬一敬 还不吵你 你是不是 人敬一敬一个人敬你 就不想不想看 啦 真 interesting 很子敬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彤彤不开心 还是你了解我 在工作上呢 遇到任何事都会微笑面对 不会跟别人讲 也只有彤彤能让你这样 爱神叹息的 我一直告诉他给自己多点时间 我也愿意相信 释缓得缘 但是我担心他的心理创伤的音音 会跟着他好长一段时间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帮他缓解 毕竟伤害他的 是最亲亲他的家人 然后公司 最近有特别多事 我可能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 要待在公司里面加班 我也没有办法好好地陪他 我担心彤彤 我很担心彤彤 把彤彤交给我好不好 你的事也不比我少啊 我再忙也比你嫌吧 你要跟我客气 就把我当外人喽 我是担心彤彤对你有态度 我是担心彤彤对你有态度 詹泰总监 这个时候就别再操心了 他毕竟是小孩子 我是大人 他想什么嘛我都懂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洪欣 我爱你 所以我希望呢 能在你需要的时候 在你身边陪着你 支持你 让我试试吧 试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遗憾 离开P&J 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你 都是很大的损失 对 索菲啊 我都慎重考虑过了 该表达的呢 你也都表达了 就不用再挽留了 我有自知之明 地球离了谁不转呢 公司离开我 仗会很好的 你的位置原来比你想象的 重要得多 我对P&J的感情 你是知道的 我现在就希望能有一个人出现 继续把公司经营好 作为LXR 我觉得我在你的问题上 真的是太失败了 你严重了 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嘛 很自然 索菲啊 依你对新老板的了解 你说他会空降一个人来做首席 还是在P&J的老人里提拔 你说说你的看法 我看看我有没有猜对 你啊 那边 说是马就到铃了 但是他我们机里才十多分钟啊 放心 我早有准备 黎玉姐 加油啊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P&G的代理罪业欧文莉莉 你好 你好 文总 请坐 文总 今天请你来呢 是想跟你谈一下工作上的事情 大叔 我做了一下调查 还真是不深入不知道 一深入吓一跳啊 光影海项目面临的竞争压力 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不错啊 知道重视战术 要没以为一进攻了 就可以松口气了 没想到这市运营阶段 要面临的问题更多 现在市场上 很多成功的游乐园 他们在宣传推广上 都各占先机 各有优势了 我现在真是压力善大呀 你应该要很有信心 毕竟光影海的市场定位 还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 无非只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横向的 建立品牌知名度 第二个是纵向的推广 跟消费者进行情感对话 建立品牌忠诚度 大叔 你知不知道你认真的事后 特别帅啊 是吗 是吗 红婷 红婷 没人 演 刚来啊 胖 你要是这种态度对我 我就当P.A.G.怠慢了我 我的项目推广 就不交给你做 不敢买 高贴贵手 高贴贵手啊 什么事 总公司的主管副总 刚跟我谈完话 威克已经正式决定 离开P.A.G.了 这个时候 上外派人下来 例行谈话 其实就是 与接班人面诗 大叔 恭喜你啊 恭喜我什么 恭喜你要高升了呀 没错 我就是个分博 我三分钟就给打发了 你不一样啊 由于自然接待的 上面非常看重你 你需要做的就是 好好表现 表哥太爱 拜拜 爸可找你 好 谢谢大家 请进 大叔加油 看好你 创意部总监张红兴 你好 你好 张总监 那你们先谈着 我先走了 好的 请坐 谢谢 杰丽卿 你跟伯克聊怎么样了 还行吧 他也没为难我 全都是些套路的话 可是我总觉得吧 好像哪儿不太对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个破牌才来多久啊 你在補养机都待了五年了 如果选他当总监 我第一个不乐意 话是这么说 虽然破牌入职时间不长 但是业绩做得漂亮啊 再加上外部资源 和郑海集团的关系 这可都是他的助力啊 那我们怎么办呀 去看看 难怪张总监来公司不久 却接连接下好几个大单 看来您的创意方面 是非常地有想法呀 关键我吸他的什么也不会啊 不过我确实特别享受 一个项目从无到有 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个过程 赵总监你知道吗 创意对一家广播公司来讲 永远是第一位的 就拿我们4A公司来说吧 管理流程 服务资源 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水准 媒介资源呢 那更是相差不多 要想成为世界级的公司 必须要有世界级的想法 只有创意 才能让我们公司 在全国保持领先 并且有机会成为 全球行业的领导者 好吧 你有没有想过 用你的创意和才能 带领我们的公司 更上一层楼呢 恕我直言 我认为人的精力有限 清醒的时间也很少 当然 像PG这样的公司 各部门都已经专业化地分工 去执行各项业务 至于总监 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要处理一些 事务性的工作 我个人还是倾向 把时间花在我自己喜欢 而且擅长的事情上 好 那我尊重你的想法 你怎么 昨天呢 跟朋友几个踢球 岁数大了 身体没活动开 刚一上场就把脚给崴了 你喜欢踢球啊 狂热的爱好者 怎么 宝贝 你也是通道中人吗 我就喜欢篮球跟足球 那上周那场比赛你看过吗 你说的是黄马对马进吗 这么近年的比赛必须熬夜看 这黄马这场球出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愿意 这进攻上没有威胁的射门 球员们全是各自为战 这防守上呢更是漏洞百出 没有配合 看来他们啊 还是太小看对手了 我倒不觉得是黄马轻敌了 我觉得呢 是马进的战术用得好 让黄马想要时间都省出来 说来 听听 你看啊 黄马的阵容虽然很坚强 但是在场上真正能够 决定胜负的指挥官 还是西罗 所以呢 马进的战术就很聪明 只要西罗拿到球 立刻上前包夹 让他连传球的机会都没 看来你是少数派的 战术型球迷的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 喜欢那些才华洋溢的大球星 我的偶像 梅娜尔多 梅西 西罗 但是呢 球员的创造力 最终还是要作用在球队之上 所以呢 能不能够团结更衣室 才是一个球队 能不能指上的关键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觉得视图不太对了 他俩坐在那儿 讲得都没非所无的 而且我认为评论 一个教练的好坏 并不是看他排阵步兵的能力 反而是要看他有没有办法 能够激发出 所有队员的最佳钱呢 说到这一点 我还是非常佩服穆里尼奥的 这个破坏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狂人 是吧 是的 你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去现场看一场球怎么样 当然好了 能为你这样的懂球地去看球 一定是乐趣失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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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不但是一个将才 而且还是一个帅才 你跟我讲了 没什么才不才的 无非就是爱好 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 更想要去了解他 爱好 才能征战体现一个人的内心 这一点是骗不了人的 请进 伯克 午饭时间已经到了 需要帮你准备一些工作餐吗 不用了 那包摆 那我就期待了咱们 下一次的相会呢 我有气 祝你早上看我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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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